嫂子 你听到的都是她嘴硬说出来的话 而且这话你就听到了一半 这些话你敢不敢当着她的面说 当然 我也想对她好 但一切都完了 她一直都很后悔跟你说的那些蠢话 你不想对她的蠢话 除了按照之前约定好的 在孩子还要爷爷面前 我们好好演戏之外 也不用再做其他的事情 宋浩宇她就是白掌了一张嘴 不过她已经在努力弥补之前对你的伤害了 你难道没有感受到吗 你要是去了别的商场 我反而还看不到你了 你不想对她的 究竟该不该相信自己的感受呢 也许 这些关心和在乎都不是我的错觉 宋浩宇 你心里 到底在想什么呢 你教你的研究竟该怎么做 你说她还想想提供自己的伤害 你不想发现 对我和你受伤害 对我和你感受 你到底是否撤不遏 你吗 你肯定是否判不遏 你没有什么乏 你没有什么 决凳没有 我言 你 E 听了什么 你觉得你 之前推介会搭建的工程费用 已经审计完毕了 但是现在有一笔款迟迟没有发放 市场部和财务部相互推诿 所以我来找您公募一下 为什么工人劳务 拨款流程到现在没有走完 本来这笔费用是规划在 市场部的经费里 可是由于器材租赁公司那边 没有及时把保证金返还到财务部 所以他们无法推进下一个流程 让市场部立刻给 弃财租赁公司发催款 好 何勤 这两天齐思乐在凡宜那里 工作顺利吗 目前看起来还是挺顺利的 不过 吴店长说 夫人她这几天心不在焉的 像是单相思一样 单相思 说是夫人有事没事 就一直在擦东西 又经常在发呆叹气 如果真的是单相思 那夫人她肯定是在想您 想我 没其他事的话我先去忙了 记得崔凯涵啊 好嘞 好嘞 看来我还没有满心死亡嘛 不行 太想我啊 一想到工作就不好 为了她好还是去找找她嘛 知道了又能怎样 好与不亲口说出来 我们的关系也没法有所改善 有心事啊 说给姐姐听吧 你不告诉店长也可以告诉我 真的没事 斯乐 有人找 这款是十八K玫瑰金钻石项链 它主打的就是中间这颗稀有的钻石 我觉得这套不错啊 这套也太贵了 建议你买的马里挺好的 我买贵的你不应该感到高兴吗 斯乐 店长 稍等一下 我这边马上啊 可你是我朋友啊 你来帮我冲夜景 我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没事 就这套吧 不行 你们再看看 是她 她怎么在这儿 真的 没有这个 你怎么来了 我还在工作 有什么事 吃午饭的时候再说吧 我就是来找我太太吃午饭的 你好 我是宋浩宇 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 跟KL亚太区品牌执行官 群总见面 幸会啊 最近这么频繁来我们茂林 看来是早就关注我了 这么看来 宋总也经常关注我呀 我只是关注我的太太 您的确需要多关注一下斯乐 毕竟娶到这么好的太太 证明宋总你的运气不错 是 我运气是挺不错的 不然我们婚姻也不会这么幸福 我和斯乐也不会这么相爱 对了 宋总 上一次草草挂断了你的电话 还是很抱歉的 我今天过来不谈公事 老婆 走吧 吃饭去 我还没下班呢 我还在工作 当然是跟老公吃饭最重要了 可是我这可没想过了 吴店长 我们先走了 走了 秦天 店长 您帮我照顾一下我朋友 好的 秦天 我在运营报消息啊 走走 慢走 秦先生 吴助理 随考函啊 你就当 你就当忘记了吧 你的下架我已经给你找到了 我会亏待你的 您的菜齐了 请慢用 谢谢 吃吧 对了 你跟那个秦天怎么认识啊 第一次带晨晨去集市 摆地摊的时候认识的 当时还是她帮我找到了晨晨 说起来 认识了一段时间了 其实 没想到这都是 怎么了 没什么 她不会是误会了 再吃醋吧 我明天要去烦衣买东西 买什么 我 我那个 和作伙伴过生日 要买一件生日礼物 你不是上班吗 你来接待我吧 不行 烦衣那么贵 你这样帮我充业绩 等于花了咱们自己家的钱 多不划算 我 我的意思是说 买礼物嘛 没必要那么贵 心意到就行了 没关系啊 反正 反应赚个钱 也要经过冒林的 这样算下来 也不算浪费啊 那也不行 你帮我充业绩 等于作弊 那为什么刚刚那个男人 就可以我就不行了 你们俩那一样吗 我吃饱了 你都没怎么吃 你就吃饱了 我不饿 我还有会 先走了 单记得买一下 你让我买单 你带我来这么贵的地方 浪费 服务员 打包 什么意思呢 不一样 我跟他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你说得对啊 他对我的态度为什么 一会儿一个样呢 你今天怎么来了 我最近总失眠 我对他掏心掏肺 他就狠心见他 可他还是在我脑海 挥之不去 我跟他表白说了很多肉麻的话 你知道我帮他过身有多用心吗 我把心掏出来 他给我出身筛子 不 不领情 斯勒为什么也不领情啊 原本是要来找你的 不过我找到了这本书 定有意思 我 你还看这种书啊 和亲的 和亲的 腊车了 难道这本书里面 有什么是让你觉得很有用的吗 不然你看这句啊 女人的感情就像起伏的波浪线 此时她不需要建议 更需要的是陪伴和倾听 这么说我得主动一些 没有机会 也要创造机会 我会想起伏的